各位同学 在这个part当中 我们要来介绍 如何创建一个新专案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下去 首先我们必须要点选 我们的开启新专案这个按钮 当我们点进去之后 我们会发现 刚才我们讲过 有这样的视窗 那这样的视窗 我们怎么样来做设定呢 主要是我们来看 首先在最上方有个叫target 目的是让我们选择说 我们这个专案是用在 怎么样的硬体上面 所以我们这边是选择 2802X Piccolo系列 因为我们这门课程 主要是用在 C22802X的Ctrl Stick 所以我们选择 2802X Piccolo 这样的硬体系列 接下来我们看到 右手边会有一些选项 那我这边是如果选择 Ctrl Stick Piccolo F28027 也就是说 这个系列下面 我们所用的硬体是 像图上所看到 这个一个Ctrl Stick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硬体 等一下我们实验的时候 会让各位看见 或者是说 如果你可以去买另外一套 那这一套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Experimentors Kit 它是比较大 当然它主要的功能是说 让各位可以去做一些脚位的扩充 因为它上面一个 Add-on卡就是插卡 它插在一个 下面一个板子 那那板子让各位可以去把它所有的讯号 给拉出来 那上面插了那张卡 上面就有DSP的 MCU的晶片 F28027 所以你可以选择这样的硬体 当然这两个硬体 其实都是F28027的 晶片 只是说它 在硬体的模组稍微有点不一样 其他周边的 东西有点不一样 所以这两个都可以 看你买哪一种硬体 在本课程都可以使用 好 当你选完之后 你可以看到在Target下面有一个 叫Connection 那Connection就是我们要选择 我们到时候在操作这个硬体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 我们的 仿真器 Emulator 然后在这个课程 我们买那样的软体 我们买那样的硬体 就Ctrl Stick 或是Experimentors Kit的话 我们是要选定 XDS100 V1 USB Emulator 因为 这个硬体的好处是说 它把 一个USB的Emulator做成一个chip 已经放在这个硬体上面 所以我们就不用在额外买一些仿真器 像早期的时候我们还要去买一些Emulator 来振挫我们这个 透过JTAG界面来 做这样的Debugging 所以现在基本上 你买这样硬体的时候 可以很方便的轻松在家里做实验 只要把这个硬体用USB插在电脑上面 就可以来做实验 所以我们选择 XDS100 V1这个USB的Emulator 来作为仿真器 接下来在下面看到它的Project Name 就是说我们专案名称 专案名称你可以选择你所要的名称 在这个单元我们 我们第8单元我们就打一个Unit 8之一 好选完之后下面看到说 你这个专案一开始 是想怎么样的方式来产生 所以我们当然开启一个空白专案 所以这边是一个Empty Project with Main.C 所谓最上面的Empty Project 等于是说它档案都是空的 那这个选项是说它会给你一个 一个面点C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程式嘛 就像我们在写C一样 它会开始创建一个新的档案的时候 一个专案的时候 它会简单面点C的程式进入点 会给你 那当然内容是要写什么程式 就由各位自己去去撰写 所以我们选面点C 所以我们有面点C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从这个地方开始开发 按下完成 按下完成之后 我们看到会这样的画面 这边有一个简单几行程式嘛 就是一个面主程式的部分 就是程式进入点的部分 所以看到我们放大来看 它会有一个这个简单两三行的程式 在这个面主程式下面 我们就可以打一些自己要的程式嘛 好 那我们现在就打一些简单的程式 然后这边打了简单几行程式 让各位做练习 我这边就是打了一些简单的变数宣告 宣告变数I跟J跟K 然后做一个很简单的4回圈 把K这个正列放一些值进去 同时把L这个变数 用计算一个exponential这样的值 那这只是一个练习 所以把它放大来看 就是这些程式嘛 那这程式嘛我想都是很简单基本的 一些矩阵的设定 然后如果各位要设定一些中断点 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做增出的时候 我们希望在某一行停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在四窗的最左边那边 用滑鼠双击点两下 我们就可以把内行设成中断点 那这样的使用方式跟其他的一些程式语言开发环境的设定 都是一样的 如果各位熟悉一些程式语言开发的环境 我相信用GCS也是非常简单 好当你设定完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就来简单来看一下如何让一个简单的程式 我们就看到工具列上面有一个像一个绿色金柜子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正错的一个icon 我们就把它点下去 它就会开始执行 开始编译 然后你编译完之后 它会发现说我们进入一个debug的一个程序 然后右上方是会有一个视窗 它是watch 我们所要的一些变数的视窗 那下面是我们程式码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我们程式的时候 我们希望说某个阵列 它的值是否是填入我们要的值 或是某个变数是否已经改变成我们希望的数值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观测 我们就可以去加入这个变数在watch的视窗里面 当然最简单的方式你可以在程式码视窗的部分 直接点选滑鼠右键去把它加入 或是说你在watch这个变数的视窗 直接把它加入一个变数 来观测 这变数目前的值是多少 那这边当然也包含变数的值 也包含它的location 它在记忆体部分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 如果你要去观测某个变数 你就可以点选滑鼠右键 它这边会有一个 add watch expression 就可以加入我们所要watch的变数 是什么 另外一个方式是说 假设我们在watch这个视窗 如果那个变数是个正列 像刚才k是个正列 它有一定的长度 我们想去看这个正列里面所有的数值的话 我们如果直接看它数值一个一个这样不容易显示 是否可以用图形的方式呢 CCS提供一个用图形显示 一个正列数值的界面 一个图形界面 我们只要在那变数上面 点选滑鼠右键 我们就可以选择graph这个选项 它就可以用图形来显示 k的变数的值 那这时候会出现一个图形的视窗 那这图形视窗就是显示我们刚才k值 k的这个正列里面所有的值 因为我们刚才k是放一个线性的值嘛 所以可以看出来它是一条线 那当然图形的视窗 我们可以做一些设定 我们设定的方式只要点选 这边有一个性质设定的按钮 就可以看到说图形的表示方式 像用这样怎么样的表示 你可以在这个视窗下面做设定 我想这些同学都可以自己去来 来试一试 到底怎么这个怎么设定 我这边就不多做叙述 好各位同学 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介绍了一些如何创建一个新的专案 例如说如何做一些新的专案的设定 尤其是在硬体的选项的设定 以及我们仿真器 还介绍基本它振挫的一些功能 好在下一个part里面 我们要介绍 我们来先run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闪烁LED的程式 让各位同学能有一个感觉说 怎么样用这个环境来开发一个真正硬体 可以执行的这样一个专案